今天这条片一起看按揭机构NationWise 最新6月的报告 看看英国楼现在大概情况如何 报告数据是在大选前6月份的数据 英国楼在6月份表现相当不错 升了1.5% 按年比上个月 5月份再升多一点 平均楼价已经去到266,000 升多0.2% 以英国表现最好的地区 香港人应该比较少看 就是北外那边 直到今年第二季升了4.1% 表现最差的地方都是英格兰东部那边 按年来说跌1.8% 这个数据是小小像我们看RightMoveSupra的数据 都是混合的 都是在英格兰大概东部地区 楼价表现都是全国来说暂时真的包尾 大家如果打算入手 英格兰东部那边 要留意这件事 根据NationWise首席经济司所说 其实现时英国那边的楼价 相比2022年当时的 record high 差3% 曾经有些买家问 英国那边到底按揭中数是多了 还是少了 相比几年之前 因为比较多朋友关注 就是按息问题 因为始终英雷银行没开始减息 看回如果做按揭中数 高峰期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原来就是STEM DUTY HOLIDAY 当时来说 9万单 相当之厉害 对比现在 差不多是接近三年之后的事 一浪低过一浪 现时来说做Mortgage 其中一个中数 围到大概5万单左右这个水平 这个水平如果以高位计算 差不多接近腰斩了一半 始终按揭利率 相比三年之前 贵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英国什么时候开始加息 2021年12月开始第一次加息 大概时间就这一边 我按钮在这个位置 息口一直加 你看到按揭中数就一直跌了 反之然如果cash buy的话 我觉得这个反而值得是参考 因为始终cash buy的朋友 手头上真的有子弹 他未必真的需要看 按揭息率高还是低 这个亦都真正地 可以反映到市场上 有实力的买家 当然除了本地的买家之外 还有一些可能overseas buyer 一筆过去比 如果以最近来说 我们发现cash buy的朋友 相当之多 最近我们channel 如果大家有看开的话 譬如我们说比伦敦比较多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伦敦盘 说一至两年内交楼 经我们下了reservation之后 其实他们已经预计了一筆数 大概可能一年半 甚至两年之后 到时交楼 他们都可能会用cash buy的形式去支付 我们问很多买家 为什么会用cash buy 不考虑按揭 很多原因 主要有一个原因 尤其是一年内交楼的准业主 他们也课施到 虽然英国那边的按揭利率 将来都会慢慢下跌 但因为他手头上那笔钱 他真的预了拿来买楼 还有大家也衡量过 如果那笔数放在银行那里吃息 因为始终将来的息率上慢慢会减 银行存款利率定期也会慢慢减 尤其是一些长者们 他觉得不要烦 我反正都买了楼 把那笔美数就pay了 他更好了 比较年长小小朋友 我们见大部分都是cash buy的形式去支付 伦敦楼来说 如果大家有看看我们channel都知道 比如Song5地段 两房单位40几万英镑 Song4地段大概50几万英镑 Song3来说大概60几万英镑 以上的价钱大概是两房单位新盘的价钱 至于纯投资朋友 我们发现他们买楼很聪明 他们不会买一些近期楼花 或者是一些二手楼 很多时候他们会用最少的金额 买一些越远期越好 拖到那层楼可能两年后 甚至乎个别有些北部地区的楼盘 三年后才交楼 那时候用一个相对比较低息的环境申请按揭 当然如果你说手头上子弹充足 以现时来说可能都是用cash buy的形式 可能买一些百几万港币 即买即收租的物业 这类朋友我们看见也多 暂时如果看NationWise的报告 2024年第二季 英国那边最擅长的地方 都是北外 刚才提过 升4.1% 始终如果大家看 比如说是南部和北部地方比 你看到过去这六年时间 2018年到现在 市场上如果以升市计 北部地区就升得比较厉害 就算遇到市况向下滑 你看到这条红色线 大部分时间都是head着蓝色线 楼价升幅 都是比南部比较好 那你可能会问 那南部为什么有人买呢 大部分我们这边收的查詢 比较多就是在伦敦那边 这边分享多一点 最近我们收伦敦楼的查询 我们见到很多朋友 可能之前有看过北部地区 比如说Mantrester那边 发现原来Mantrester市中心的两房单位 40几万英镑 跟伦敦 希斯路机场附近 一些Zone 5地段的楼盘 都是40几万英镑 价钱上原来已经是差不多了 南部和北部选 最近比较多朋友就看南部这边 他买的时候我们也跟他提过 Rental Yield 每年的租务回报 Rental Yield 一年来说可能是五厘至五厘半 北部来说可能有机会去到六至七厘 但他都选南部 原因是可能他颇思到 来近几年 这十年八座 有机会 将来那间楼不放租收回来之后 自己转回去 多条后路给自己选择 所以我们发现反而 南部这边就比较受 我们一些香港中产朋友欢迎 尤其是伦敦这边 伦敦大概送4至送5位置 400至500万港币都能买到两房单位 以新盘格计 所以伦敦楼千万不要觉得有一个天文数字 四五百万港币已经买得到 看回按年楼价变化来说 North Rest 大概我们叫Manchester那边 按年变化拍得住北外那边 齐齐升幅4%出头 伦敦来说 如果看NationWise这个报告 与我们之前看Super White Move有点不一样 那两份报告按年来说还在跌 NationWise这边升超过1% 包括在Wedmitlands Bermingham那边都升超过1% 表现最差就是右手边这边 尤其是英格兰东部那边 上年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市场的气氛相当差 加息加到去年8月就停了 但so far看到很多外面的报告 都说来到2024年 英国楼表现很差 但是当有这样的Signal出现 原来市场上就见了个底 上年12月来说 平均楼价25万7千 自从见到这个口价之后 一直保持住 你看到那个平均楼价就保持上 去到6月份来说 266,000 又一次应验 最坏的市况 或者气氛相对比较差的时候 你走过去 原来价格就真的接近市场 最近期的一个低位 如果当时你肯入市的话 不论你买新盘或者二手楼 我估计价钱都会比这家便宜的 以我们这个频道来说 比较多的一些伦敦新盘 半年前半年后发展商 或多或少价已经提了价 右边这个图更加清楚 大部分蓝色地方 按年来说还是有一个升幅的 红色是下跌的 唯独是伦敦这边 伦敦价钱还是保持得到的 所以始终买楼的话 香港人都是聪明的 大部分朋友应该都在看伦敦这边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Nationwise 都有一个季度的数据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以按季度来说 就是北部地区 升幅都相当显著 升超过4% 另外如果以地区性来说 伦敦依然都是英国最贵的地方 最便宜都是北部 所以就看回国下 你买楼的budget 和你买楼的目的 如果手头上的子弹不是太充裕 手头拿着百多万港币 至两百万港币 南部你不用看了 直接看北部 北部来说 如果以曼城市中心附近及其周边 百多万港币 勉强都买得到一些一房单位 如果在City Center来说 基本上都不用想了 当地来说一些新盘 City Center的一房 起步价现在去到二十万美 三十万镑头 两房单位大部分都是四至头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频道 有些新盘片我们放上网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 另外很多朋友问 如果在伦敦这边来说 过去这几年 楼市变化是怎样呢? 其实伦敦楼来说 一般的表现相对比较稳定 相比到Ultar Metropolitan 另外东南部地区或西南部地区 虽然在升市来说 它不是最标青的 但遇到跌市或抗跌能力 伦敦楼坦白说 依然还是胜一筹 但始终伦敦楼很大 只是说我们香港人看得比较多 Sone One至Sone Five地区 未计东南西北 都有一大堆楼盘 变成了我看一看 如果你真的想入手伦敦楼 真是先鲜 你真的要看手头上自己的计算 最近我们收的查证 有很多在英国当地的香港人 帮小孩找楼 所谓小孩已经出了新 在当地工作了 或者准备 即将来这一两年毕业 也会留在英国那边找食 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家长们 小孩是否需要频繁地出入联伦敦 10个问题 9个都会答会 如果需要频繁地出入联伦敦 我自己个人建议 最好买一些楼盘 近伊丽莎白线站头 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始终伊丽莎白线 是覆蓬了联伦敦的一些比较派的地段 你搭达这条线 一条线过又不用转车 变成了上班 或者是联伦敦那边频繁出入 确实是方便很多的 至于你说伊丽莎白线站头 有什么新盘可以选择 其实我们的YouTube频道 都保持着更新 未来我们也会放多一些 有关伊丽莎白线站头的新盘 不论是东伦敦或者西伦敦 如果大家看完这条片 也想了解多一些伦敦那边的楼盘资讯 可能在我们YouTube上 暂时未见得到 也欢迎WhatsApp我们的热线 另外因为适逢暑假 很多港人朋友在当地做一个考察 大家如果在心目中有一些地段 或者楼盘 其实已经深思思想去那里做一个实地考察 某几间大的发展商 其实我们都有渠道可以协助过下 做一个预约的 当然有些港人朋友 甚至乎想我们帮忙预约一些 当地识广东话的职员 带你去看示范单位 去逛逛楼盘 有这方面的需要 也可以找我们提早预约 总好过自己walk in 进去到其实没有职员serve你 避免出现这些尴尬的情况 今天这条片分享大致上差不多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